真这真是绿皮啊 我的天呐 上次坐绿皮火车啊 20岁 你看那个那个被褥 我这个天呐 哎呦这感觉还挺好玩的感觉 这一复古感觉玩的还 沉浸式游戏体员 佳哥达奇 哎呦地方小啊 我确实比高铁窄一点 我这样说 侧格挺宽的 这只能通行一个人是吗 哎呦我的天 挺好挺好 这个咋样 在这吧 行哈 这行六六 挺好 好 哎呀 来这不错 来点瓜子 挺好玩啊 你这是刚上车觉得好玩 我觉得开个七八个小时 就不觉得好玩了 十八个小时就是早上六点钟 再加八 到十二点吗 六 十二点钟到了 嗯 第一个倒下的应该是小明哥 哈哈哈 我那有烧鸡 小沈阳给的 我待会拿过来给大家喝 你先在这坐会 喝豆干 这是豆干吗 豆干 你以为面包啊 豆干 你不刚吃完饭吗 饿 咱俩不吃不吃 喝一盘了已经 开了开了开了动了 哎呀走了 这么慢吗 坐了这么多年高铁突然就有点慢啊 站台里可能速度慢的 一会就起速了 开了车口就下不去了呀 哈哈哈哈 十八个小时开始计时了 没错 烧鸡 我来喂喂啊 我替你们闻一下啊 这种事 对啊 对啊 哇哦 你你你闻一下太香了 这是个熏鸡的味道 哇太香了 来一块来一个鸡腿 以前我们哪有这种待遇 那时候就康师傅方便面 是不是太香了 我们松花姜 看 我们看你松花姜 上微博关注东方卫视极限挑战 一起边看边聊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以可进入极限挑战话题页 参与更多互动 与X特工一起完成挑战 哥你不减肥吗 你一会吃这个 一会吃个鸡腿 一会吃个这个呢 我尝一下 哈哈哈哈 你不会永远回不去了吧 你不会永远回不去了吧 不会 你不可能 为什么 但我已经瘦一些了 对 哈哈哈哈 你真 这是之前手术的刀口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胖的 这胖的留下这尖 哈哈哈哎呀 我从来没想到小明哥 他我不是这么多年 他都没有这样过吗 这现在已经不是高峰了 我最胖的时候比现在胖 那你觉得你什么时候 能瘦回到你原来的巅峰啊 那一个多月吧 那么快啊 不吃就瘦下去了 不吃啊 不吃来个睡香酥吧 到过不来个鸡腿吧 来个 那来得来得来 那这 要不那刀口长不着 哈哈哈哈 那我来了 你坐过绿皮火车吗 我的衣服坐 你头一回的话建议你坐 你就感受一下硬板 他这个有多快4050 让你让你那快 哈喽呀 我们接着该联系 咱们冯老师 冲军被抓去盛典了 请摘下属于你们的品质之果 怎么是你一个人来的 是这样的 今天那个也正是我们这个新一季集条开路的日子 这个哥哥弟弟们呢 已经坐上了从哈尔滨去往墨河的火车上 我作为代表站在这个舞台上也替锦鱼收下这份荣誉 我们极限挑战第十季的主题叫十年挑战万里同行 今年我们计划从最北去到最南 最东到最西 一起跨越中国的壮绿山河 现在我们正从东北旅游振兴的源头 哈尔滨出发 一路向北 在这趟旅程中 我们将亲身体验多元化的旅游产品 亲眼见证东北这片土地 从工业大省到文旅顶流的华丽转身 最终抵达中国的最北端 黑龙江墨河 这里是神州大地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 也是我们本季旅程的第一站 初次踏上这片银庄素果的冰雪世界 我们要选出一位成员担当导游大哥 带领大家一同领略神秘的北国风光 不是按年龄的 对 因为不可抗的因素 所以我们就让先到达墨河的小甲 担任初始的导游大哥 小甲啊 天选大哥 真的假的 这感觉我现在突然就 导游大哥是需要担起责任 成为兄弟的风向标 带领大家无畏艰险勇敢向前 作为导游 最重要的是兄弟们的出行体验 因此你可以参考一下网友们的评论 给你的成员们发布一些挑战 为漫长的旅途增添一些趣味 确实啊 我今天已经看到很多 他们在那个哈尔滨的一些路透了 甲老板要跟你们试个评 他说视频这视频呢 给个滤镜吧 哈哈哈哈自行自行车脸 或者孙悟空吗 我看我有多顿呢 哈哈哈哈 我发发你 就被你发死了 我你怎么没有任何变化呀 我现在都是外星人啊都是外星人 哎呦 这眼睛大得有点讨厌 你疼吗 哟哥哥们 你在干嘛呀 你那个大红花什么意思啊 看你刚结婚啊哦我们去 我和他家有婚礼呢是吧 哈哈 看不到吗我是什么我是大哥 你是伴郎 你是大哥 伴郎 你们在干嘛呀 你自己你自己先玩一会啊 我们我们一起热闹闹闹闹闹 不这样让他给我们演个节目吧 我也 我我我现在想干嘛就干嘛 请小明哥带两个人到车厢里 按照视频表演这个节目 哦 我不要我觉得 我不要你觉得 我不要我觉得 我不要你觉得 no techo 哦 哦 这玩我 no techo 你说我不要我觉得 他说我不要你觉得 你看 我没想到你这么认真的看完之后 还导 还还导演上啊哈哈哈哈 来 左右护法啊 我也看一看倒 我也看热闹来了 这么难看的一个节目 我会觉得丢脸哈哈哈 要不你们仨自己加点花啊 来来 来 看热闹真好玩 不我不让我觉得 哼我要你觉得啊 哈哈哈哈 你来还有呢 哼我们让我觉得 哼我要你觉得 老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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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烂闹啦 大哥你是怎么发出来好这个声音呢 看你们好 看我们好啊 看我们好啊 高兴 这个节目其实你看不出来 看似简单 其实里面蕴藏着很大的一个 一个 一个艺术的造音 哈哈 哈哈哈 小明哥那个那个歌你听过吧 云安啊 no 他 你赶紧回去 你解释什么呀 你 不好意思啊 打扰各位了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哈哈 完成了很好 我要有新的任务 一个人给后一个人随机在地图上